Hello 大家好 我们在前面学习了一下 欺骗的基本要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在欺骗当中 这个欺骗的图层 它的显示与隐藏 OK 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那么这个欺骗的图层有显示 还有隐藏 它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背景图片的一个欺骗 第二点 不规则图片的一个欺骗 这两点 在我们欺骗当中经常会遇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背景图片的欺骗 先打开 PS 依然是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找一个背景 找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上面 看一下哪些地方 哪些图片是需要我们来切的 我们还是以头部为例 头部这里 就拿我们这个图标来说 这里有一个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的话呢 我前面有说过 它是有一个效果的 鼠标滑上去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橙色 我们在切的时候 是必须把这个橙色 还有 这个底 还有最底下这个图层 也就是白色这个图层 给它隐藏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这个原文件 也就是设计师设计出了一个 PSD的一个设计稿 那么在这个页面上面 它所有的图层 只要是 用户用到的图层 它都是显示的 那么我们这些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应该找到图层 找到图层之后啊 来给它隐藏掉 具体如何来操作呢 那么首先 我在前面有说过 先必须找到这个图层面板 在图层面板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有合并层 一个有很多个组啊 我们找到头部的一个组 那么很明显 我们找到这里的拓铺 拓铺里面 我们再来找到 这个橙色这个图层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图层了 然后呢 把它隐藏掉 我把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点击一下 是隐藏掉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不到 它下面的一个 橙色的图层了 我们还需要把这一个 半透明的这一个灰色啊 也给它隐藏掉 至于为什么隐藏掉 因为我们这个图片 我们在导出的时候 我们是会选择png格式的 而这个png格式 它是支持背景透明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隐藏掉 我们现在放大看一下 放大看一下 很明显 在这个图标 也就是说最底层啊 还有一个白色的部分 那么这个白色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图层0 这个图层 我们也需要隐藏掉 我们刚刚是连续的隐藏了 三个图层 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图标 它下面就已经是透明的了 OK 这就是关于这个切片了 它的显示隐藏 这是不规则的 这是这个不规则的图片 也就是我们 也就是我们课件上面 提到的 不规则图片 它的一个切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点 背景图片的一个切片 那么这个背景图片的一个切片 它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还是以 我们 这个例子为例啊 我们看一下底部 那么在底部里面呢 关于我们推广服务 就很明显 它是底部的一个导航 以及下面还有一个 底部的一个版权 我们在网约当中 我要实现这样的一个 我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 它底部 我们这里的话呢 已经有一个从上往下 它的一个线形渐变 并且这个渐变呢 是从左到右平铺的 我们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必须把底部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这个渐变这个东西 给它做一个切片 来给它导出来 我们之前呢 已经给这里啊 我们看到啊 这里我已经做了一个切片啊 已经做了一个切片 那么有一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我底部这里 我不仅仅是文字 我还有一些图标 还有一些图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 在导处的时候啊 就应该把这个文字 就应该把这个文字啊 还有这个图标 给它引上掉 当然我现在我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渐变 并且这个渐变是从左到右平铺的 将来我们要设计一种情况 据说我这个文字下面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图案对吧 渐变的一些图案 或者是一些不规则的图案 而这个图案 我们要给它做切片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话 就必须把这个文字 也给它隐藏掉 把这个文字隐藏掉 还有版权 再把这个关于我们 也给它隐藏掉 就比如我这一块 我现在并不是一个渐变了 假如啊 假设 假设我这里的话 是一个图案 或者是一个背景图片 那么这个图案 背景图片 我们在导处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给它做切片的时候 就必须先把这个文字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背景上面的一些图标啊 或者是图片呢 给它隐藏掉 隐藏掉之后 我们再给它做一个切片 就比如我现在这里啊 我现在这里假设的话 它是一个花纹 或者是一个 不规则的一个图标 或者是图片 那么我们再给它做切片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这个图片上面的一些文字啊 还有一些 图片给它隐藏掉 好 这是我们学习这个 切片 我们遇到的一个图中的显示隐藏 并且这个图片的显示隐藏啊 还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设计到这个阴影的时候 在网页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 我们设计某一个图层 给它加了一个阴影 对吧 这个阴影虽然说 在我们这一个网页当中啊 利用这个CSS3 也可以实现出来 但是呢 我们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直接把这个阴影当作是一个图片 也给它导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 这个阴影 我们一般的阴影 它是一个灰色的 那么这个阴影底部的话 就有一个背景层 要么是白色 要么是其他的颜色 我们也必须把这个白色 还有其他的颜色 给它隐藏掉 这就是网页当中啊 这个图层的显示隐藏 我们需要注意的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